Hi,Hello,大家好,我是米蒂 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视频 就是用绘画装扮生活这样的一个视频过程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边呢,一共是有24张小的作品 然后尺寸呢,大概就是明星片大小 然后呢,是从12月1号到12月24号 我的一个圣诞风景团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呢,每一幅画呢,都是非常治愈为美的 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里边的每一幅作品 好了,我已经把我的这个24幅小画呢 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都整理好了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作品 第一天 第二天 然后这树上呢,是有这种珠光色的 我非常喜欢这个蓝绿色系 还有远处的这种紫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树林 这个呢,就是色彩非常的鲜艳 这个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冬日的 非常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呢,有一点点像明星片的封面 上面也是有这种珠光色的 这个呢,是非常治愈的 而且色彩非常艳丽的这样的一个湖面风景 这个呢,是一个极光啊 然后现在极光风景 我在上面也颇大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色点 这呢,就是冬天 然后夜晚,然后飘雪这样子的一个露灯的一个场景 在北方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很治愈的一个雪景 然后很梦幻 我这边呢,加了一些我自己有一点点幻想的世界 上面还有个月亮 然后也颇大了很多的珠光色 这个呢,就是很有一点点多门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会学习到很多 用了很多厚土碟子这样的一个技法 水面呢,也呈现出这种白色到蓝色的一个渐变 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 但是色彩呢,又很绚丽的一个景色 这个呢,有一点点回忆的景色 是这种风车,然后上面树林 重要的就是这幅画的色彩运用,很喜欢 这幅呢,就是一个简单有远其近的啊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远深的层叠 加上进出一个小树的一个刻画 一个很美的夜景 非常有氛围感 重要的是它的这种雪地和灯光的这样的一个刻画 我觉得这幅画呢,也是很有诗意的一个雪景 有桥,然后树的色点也很漂亮 尤其近处这种场景的一个构图,我很喜欢 这幅呢,就是一个夕阳风景,很绚丽 然后呢,树上有很多这种暖暖的珠光色 然后这幅呢,是我特别喜欢的 一会儿我可能会给它放到这个画框里头 然后是一个层叠的远深,远深处呢,会有很多雾蒙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下边呢,就是这种樱花树林 然后非常漂亮美美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这种景色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装在画框里 然后欣赏 这幅呢,就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雪景 但是呢,它天空呈现了非常粉嫩的色彩 下边呢,又有紫,紫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树林 然后也很童话 这幅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远深层叠加上近处小房子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 这幅呢,就是整个的色彩是蓝调的 出现了非常静谧的这样的夜晚雪景 这幅呢,这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 然后有一点点东南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然后整个的雪的蓝色系,凸显得非常的唯美 这幅呢,也是我之后可能会装进画框里的 颜色是呈现这种紫棕色系的 然后这个场景呢,我觉得也非常的 就是整个的色调是灰调的 但是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高雅 这幅呢,也是一个非常粉嫩的啊 非常治愈的一个雪景 柔远几近的远深,雪地的这种层叠的一个变化 会学习到很多这种蝶色的这样的一个技法吧 然后还有这种倒影,水面倒影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幅呢,就是非常有这种夕阳绚丽的啊 这样的一个景色 然后呢,尤其它净出的这种效果吧 这幅画呢,其实可以敲打一些金色的珠光 我觉得也会非常的美 最后一幅呢,就是非常有圣诞气氛的一幅小风景 然后呢,有这种红房子 然后这个就是圣诞树 远处的这种树林的一个层叠 我加上了一些小彩灯 最后一幅画,因为是24号嘛 也是我们平安夜 所以呢,我就画了一幅这个圣诞小风景 好了,这就是我的24幅小画 然后之后呢,我会装到这个 选三张,我会装到这个画框里 然后呢,这个画框呢,其实很便宜 我是在百元店买的 然后是它是这种三连的这样的一个画框 其实我们绘画呢 其实就是装点生活的一种方式吧 然后大家画完那么一幅画 我都希望能最后呈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吧 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去买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画框 我觉得摆在家里真的是 也是非常就是有成就感的 看到自己画的作品 然后呢,放进画框里 装扮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方式 然后我还买了两个这样的很小的厘米的画框 这样呢,也是啊 就是那种非常可爱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小画框吧 然后我看到了,我就非常喜欢 你看它 虽然品质不是那种特别好的百元店的这个画框呢 品质不是那种特别好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整体的效果啊 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 然后大家这个,这种画框 我觉得是有很多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些适合的 然后呢,我会把这两个画框呢 分享两幅小画啊,迷你的小画 然后我都把这个尺寸我都画好了 然后一会儿呢,我就是画两幅小画 然后会放进这个画框里 还有几天吧 2024年就到了 然后我会也用我的这个12月份的一个成果 然后装扮一下我的生活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把这两幅小画 它完成 我使用的工具还是赫尔拜因的这个不透明的水彩 对于这种透明和不透明水彩之间吧 然后它,如果你厚土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覆盖度的啊 色彩呢,不会像透明水彩那么清透 但是呢,你多加水也是可以画出很多浑染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这种清透的一个质感 然后之后有时间呢,我再单独的和大家分享我使用的这款饮料 然后呢,我挑选的这两幅小画呢 和这个圣诞团练的这个风景呢 都是比较像的啊 然后呢,也是两幅非常治愈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然后大家呢,可以啊 不用完全按照我的这个尺寸来进行绘画 其实也可以选择一个就是大一点的尺寸 然后呢,比如说这种明星片大小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买这种两幅 或者是你这样横着这样摆放 其实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种绘画形式呢 就是是可以多种多样的 衣服呢,我觉得是又是很治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嘛 这个尺寸啊,非常非常小 所以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小尺寸的画笔 来进行刻画 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画纸给它涂湿 然后呢,避开一下这个雪地的区域 主要就是把上部天空远山的这个区域啊 给它涂湿一下 首先呢,用这种偏亮的暖黄色 把太阳的区域给它预留出来 然后太阳呢,就是以打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 下部的颜色呢,我们可以让它偏粉嫩一点啊 加上一些这种橘色加上一些这个 让它的色态呢 非常的 给它添一些这个白色 紫色加上一个这个颜色啊 画出它远山层底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看出呢,还可以用这个紫色 加上这个木灯色 继续第二层的 一个点色 虽然这个纸张比较小啊 但是不影响我们把它很多这种美丽的一个效果表现出来 然后下部的这种雾蒙蒙的感觉 要回一下 然后呢,下部我要用这种 亮色 亮色,亮粉色啊 然后把远山的这个色彩 尤其偏亮的这个边缘处给刻画一下 下部的颜色就是偏紫色 这种色系的 觉得啊,这种暗暗关系 中间的这个树林啊 我们先从中间开始来画 中间的这个颜色呢 是太阳的下部区域 所以呢,颜色是非常暖的 这样的一个色调 你看到 你看到它的这个边缘处 然后,下部 然后,下部 这边也是同样啊 用一个偏蓝紫的一个色调 然后给它这个树林形态描一下就好了 因为前景处它还是有一个真叶术形态的 我们就不用给它描绘的那么细致 色彩不用太深 然后把前景的这个雪地的颜色给它预留一下 让它的颜色呢,稍稍的深一点 然后这个小风景增加了很多层次的,你看 一个变化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房子给它刻画出来 小房子呢,我要用一个拼亮的面色 然后我们再把前景的这颗真叶术形态给它刻画出来 还是用我之前讲过的那种技法啊 把它的外轮廓形态 描绘出来 你看我这个也画了很多真叶术的练习 你看这个画纸虽然小 但是呢整个的元素啊,可是没有少 然后进出的这个小栅栏 再给它描绘出来 然后可以用白水粉啊,在上面撕盖一些鸡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胖胖的暖暖的 就好可爱 然后在这个树上也可以画一些这种鸡血的一个感觉 好 有点 感到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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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好看 好了这个小画呢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画下面的这幅小画 这幅小画呢也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红面风景 然后也是夕阳 夕阳的景色呢就特别的绚丽 我就是特别的 就是每次感觉画这种夕阳的风景啊 都特别的治愈 然后呢我们还是把天空区域的纸张给它图示 先把这个区域啊 天空给它刻画出来 然后呢下部还是用这种亮黄色 先给它添涂一下啊 这个颜色呢要让它特别的鲜艳 再把它的这个色彩啊 它这个纹理啊就是很简单 都是这种滑动的 也没有那么复杂 让它的色彩呢别太淡 远处下部呢它是有这种蓝色的这种色彩 远山的一个感觉 我们可以给它描绘一下 我们可以给它描绘一下 进行一些色彩的一个叠加 然后这个区域的颜色呢 可以加一点点的亮黄 让它的色彩呢还是重现偏暖的 这样的一个色调感 尤其这个下部晕染一些这种色彩 它的这个色彩呢变深 点图 点图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水面的颜色 给它填图一下 然后呢内部我们可以叠一些这种 偏粉的这样的一个色调 然后呢建筑 它是有一些倒影形态的 比较偏紫 紫蓝色系的啊 增加它的边缘的色彩感 让它的色彩呢是偏深的 叠加一些这种树林的一个橙子感 这个地方呢可以增加一些树林的草丛的一个形态关系 然后再把它的树枝形态给它刻画出来 这边可以有 然后再把水面我们滑动一些这种温厉感 也是很简单的 然后两边呢可以暗一点它的这个颜色 然后每一个细节啊 都给它表现出来 把它的翻边 把它的翻边 拧出一些这种片量的 你看我们画的两幅小画啊 都是非常治愈的 接下来呢我就吹干这个画纸 把它装进我的这个小箱框里 然后按照我的这个尺寸给它减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只有100日元吧 100日元大约5块钱 这个我还蛮喜欢它这种露汁的一个感觉 出锁正好 看 它的这个感觉 还是蛮好看的 一个很可爱的小画 我们自己手动就可以画两个这样很可爱的迷你小画作 然后呢 然后我要挑三张 我想要放进这个相框里的这个作品 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 然后看一下这种效果 我先把它挑选出来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些喜欢的感觉 我就是当时看到了 感觉特别适合这个圣诞团链啊 来进行一个使用 它这个好的是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卡纸 然后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效果 看一下 我给它压紧一些 好了 这三幅小画我也装好了 然后还有这两幅小画作 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尤其自己画的作品给它装框以后摆在家里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吧 然后之后其实大家如果把这个24幅小画都画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多买一些这样子的那个画框 然后给它做一些这种排列呀 然后或者摆放都是可以的 像这种小画框呢 你就可以点缀在这种比如说桌子的旁边呢 或者是自己孩子的就是小房间 然后做一个小点缀我觉得都很好看啊 然后你像很多的这种画作 像这几幅画我觉得就挺有这种感觉的 然后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周 你都可以做一些调整 然后增加很多这种生活的一个幸福感吧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风景爱好者吧 我更希望用绘画去点缀我的生活 然后治愈我的生活 记录我走过路过的一些场景 或者呢能画一些这种大自然的风景 治愈我自己的心灵 然后给我生活呢添加很多的色彩 这个呢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这样一个非常治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绘画过程吧 然后如果参加了我的这个圣诞团练啊 这个24幅小画的朋友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塞一塞你们自己的一个作品的成果啊 然后呢也感受一下这24天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吧 好那么这两幅的绘画过程呢 完整版呢我都会放在我们的会员视频里边 当然如果你没有报名会员 也是可以完全按照我的这个视频过程 来进行一个临摹练习的啊 好啦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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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